新经里的哲学,佛性就是人权,人人生而具有。 新经里提到的般若波罗密多,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 简单来说,这些咒语能够帮我们摆脱一切痛苦,是真实不虚的。 这些咒语的内容是,接地接地、波罗接地、波罗僧接地、菩提萨婆。 意思就是一种超越了一切,并除了所有差别的真相。 那在空中无色、无受响形时,无言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些话语背景下,波罗、波罗密多怎么立足呢? 有没有像道隐于小城、掩隐于荣华这种困扰呢? 有没有让我们陷入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的烦恼中呢? 虽然说石相般若是自心的离体,观照般若是自心的妙用,但它是不是真如是体,如如不动中相地往重重那样的政治是用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关系到人的自由、何在的问题。 要解释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马明菩萨所做的《大乘起信论》。 这本书里说,磨喝眼,大概分成两种意思,一种是法,另一种是义。 以一心法为基础,有两个门,一个是心真如门,另一个是心生灭门。 这两个门涵盖了一切的法。 心真如门讲的是心的本性不生不灭。 所有的法都因妄念而有差别,如果离开心念,就没有任何境界的差别。 因此,一切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离语言、离名字、离心源的。 毕竟平等,不可破坏,只有一心,这就是所谓的真如。 《大乘起信论》进一步讲了生灭象,有两种,一种是粗的,另一种是细的。 粗的生灭像是指普通人的境界,细的生灭像是菩萨和佛的境界。 这两种生灭像是因为无明的影响而产生的,依靠因缘而存在。 如果因灭了,那么缘也会灭。 这里说的灭,不是心体的灭,而是心香的灭。 举个例子,就像风依赖水,才能有动向。 如果水没了,风就没有依靠,风也就停止了。 但是水还在,风向也就继续存在。 因此,所谓的灭是指无明灭了,心香随之灭,但心智并没有灭。 总的来说,般若波罗蜜多是帮助我们摆脱一切痛苦的有力工具。 不管是我们感知的色生相畏触法,还是由这些感知产生的生灭像,本质上都是空的。 只有通过理解和体验这种空,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困扰,获得自由。 你知道吗? 其实性就是所谓的菩提般若之质,也就是说每个人天然就有的觉悟智慧。 不管你是聪明人还是普通人,佛性是没有差别的,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佛性。 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这个世界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对自我的认定,也就是觉悟成佛。 佛教跟所有的宗教一样,其实都是在表达对社会的期望和反思。 佛教的核心,也就是佛家哲学,把生命看作是一种罪责。 这种责任感促使我们对自己和世界负责,也因此产生了对生命的忏悔。 这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悲剧精神的一种补充。 如果要给中国佛家哲学一个定义,那就是面对无处不在的需要人们克己赋礼的要求。 佛家哲学首先提出了存在就是无这个观点。 在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就有对现状的抗议,但这些抗议大多以轻弹的形式表现出来。 轻弹风气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像郭泰、李英这些人就是当时的意见领袖。 他们很擅长谈论各种道理,有时候在洛阳一带的名声很大。 轻弹的名字在魏晋时期变得更加流行,正使年间被大家当成一种时尚。 有些人觉得轻弹的风气导致了后来的种种混乱,比如五湖乱华等等, 但这样的评价未免有些过于苛刻。 事实上,像刘玲放纵饮酒,甚至裸身在屋里,或者软弹和她的一群朋友大碗喝酒, 自己与猪一起喝酒等等行为,都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抗议,虽然这种抗议显得很无力。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晋人虽然在轻弹中讲求望人望我,但最终他们仍未能真正见到自我。 他们以无为本,没有明确的目标,导致人生的空虚和漂泊,找不到归宿。 轻弹似乎像湖光池影那样清澈,但不够深沉,无法展现江海般的宏大和奇妙。 寄人的内心,生活最终显得浅薄微露,无法深入探讨更深厚和博大的思想。 拈花微笑的禅宗与现代已经隔了一千多年,但禅宗在今天仍然充满活力, 这其实说明时间的差距,很多时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幻觉。 别不承认,慧能是个个寥,他曾经是非常卑微的。 他来自唐代社会的最底层,只是一个普通的新州百姓。 而且他父亲早亡,母亲独自抚养他,从小生活艰辛,靠卖柴为生。 但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人,最终成了佛,非常了不起。 中国禅宗的真正起点,正是从这个个寥会能开始的。 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禅宗五家七宗的鼻祖,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吕成在《中国佛学圆流略讲》中认为,禅宗的盛行是在红人以后, 慧能在岭南传播他的简易法门,努力与普通百姓接触, 保持了禅宗自创立以来的本色。 虽然说,中国社会中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是一种常见现象, 但慧能之后很多有名的禅师,大多都是外省籍,少年出家,青年受戒的。 这说明五家七宗就是佛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的结果。 所以,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禅宗都能让人找到心灵的宁静。 它的魅力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它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灵, 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慧能的故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普通人也可以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慧能为什么能在后来成就那么大的影响力呢? 我想,主要是因为禅宗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种最后的,无法再被剥夺的人权, 这人权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佛,圣化自己生命的权利。 即便这只是一种梦想或期待,但它已经成为无法剥夺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禅宗显得既卑微又神圣, 慧能能把这种社会底层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说出来, 它因此成了神圣的存在。 但正因为它变得如此神圣, 这种声音又回归到那种不可言说, 隐匿在社会底层,才能保持生命力的状态。 禅宗能够迅速获得普遍认可, 说明它是一种以纯粹个人为主体, 更贴近民众,更世俗化的中国佛教形式。 它满足了社会最底层对自我尊严感的强烈需求。 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尊严感, 一旦被说破, 就成为了社会底层那些普通人生命中的唯一希望, 唯一慰藉, 以及唯一的终极关怀。 这是一切都被剥夺之后, 再也无法被剥夺的最后的人权。 慧能曾说, 我来见您, 不求别的, 只求佛法。 他对洪忍大师说, 人有南北之分, 佛性却无南北之分, 我虽然是个寥, 但佛性有什么不同呢? 这正是用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 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成佛权利。 所谓成佛, 其实就是通过顿悟后获得的真如实相, 来战胜生活中的各种苦难。 后来禅宗常说的总教依成佛作祖去, 其实就是建立在社会基层那种无法被剥夺的唯一希望, 唯一慰藉和唯一的终极关怀之上的。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 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寄托, 就像它是无精神状态中的精神一样。 所以, 禅宗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一种无法被剥夺的精神力量, 这种力量贯穿了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和安慰。 慧能不仅说出了这种力量, 还用他的行动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存在和不可剥夺性。 慧能在古老的禅宗中引发了什么革命呢? 这种革命是否能成为人们在新的失落中的一种新的救赎呢? 《谈经》中有一段记载, 慧能大师讲道, 大家注意了! 菩提般若的智慧, 其实每个人本来就有, 只是因为心迷了才无法自悟, 必须请教大善知识来开导。 我告诉你们, 只要一悟就成智。 大师还说, 这法门中的坐禅不是要你专注于心, 也不是让你专注于静, 更不是要你不动。 若说要看心, 心本来就是旺的, 像幻影一样, 无从观看。 若说要看静, 人性本来就是静的, 因妄念遮盖了真如, 离开妄念, 本性自然清静。 如果看见自性本静, 还起心去看静, 就生出静的妄念, 妄是无处可寻的, 就知道看的人也是妄。 静无形象, 却立下静相, 说这是功夫, 做这种见解的人, 会障碍本性, 被静束缚住。 会能继续说, 既然如此, 这法门中什么是坐禅呢? 在这法门中, 一切无碍, 外界的一切境界上, 不起念为坐, 见本性不乱为禅。 什么是禅定呢? 外离相为禅, 内不乱为定。 外若执着于相, 内心就乱, 外若离相, 内性就不乱。 本性自静自定, 只是因为静触而乱, 离相不乱即定, 外离相即禅, 内不乱即定, 外禅内定, 这就是禅定。 再来看会心在六组 《谈经序》中的记载。 本来真如佛性就在人的心中, 心正则外界的烦扰难以侵入, 心邪则各种尘世之事容易染上。 能停止心念, 各种恶念自然消失, 各种恶念一消失, 所有善念就具备了。 具备诸多善念, 并不是要向外求。 物法之人, 其心如太阳, 照耀十方, 无碍无阻。 贱性之人, 虽然处于人世中, 其心自在, 无所迷惑动摇。 所以说, 慧能的革命在于 他把禅宗引向了 最根本的人的内心, 他强调每个人 本来就有的智慧和清静。 他的思想, 彻底摆脱了 对外界的执着, 让人们直接面对自我, 寻找内心世界的 清静和智慧。 这种思想不仅在 古时候给人们 带来了救赎, 同样在现在, 也能帮助我们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内心的一片净土。 契松在六祖大师法宝 《谈经赞》中记载。 这部谈经是用来 传达六祖大师的心意的。 什么样的心意呢? 就是佛所传的妙心。 这颗心非常伟大, 能让一切事物的变化 始终保持清静不变。 它存在于凡人、圣人、 隐秘或显露之处, 无处不自如。 圣人的话揭示了它, 凡人的话隐瞒了它。 隐瞒意味着变化, 揭示意味着恢复。 虽然变化和恢复不同, 但妙心是唯一的。 这颗心有时明亮, 有时暗淡, 有时虚空, 有时灵动, 有时寂静, 有时活跃。 它是一个实体吗? 是的, 也不是。 如果你说它是一个实体, 它包含了万物, 如果你说它是万物, 它又统设在一个实体中。 一个实体即是万物, 万物即是一个实体。 这可以理解, 但也超越了理解。 当它超越了理解, 那就被称为玄妙的理解, 神秘的领悟, 飞带的状态, 默契的体会和明明的通达。 圣人的道理, 最高深的就是这颗心, 圣人的教导, 最彻底的就是心的修行。 调神入道, 最重要的是一心止观, 培养善德, 最关键的是一心三昧。 所有戒律的基础, 不外乎无相, 一切定律的根本, 不外乎无念, 与一切智慧的贯通, 不外乎无助。 那么, 这些说法有根据吗? 它的根据, 或许在心经的深刻之处。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 提到的中国文化现象,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引用了一位喇嘛的幽默话语, 可怜的佛教。 他被宗教家们排斥, 因为他们说 它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 一种精神科学。 他被哲学家们排斥, 因为他们不把佛教归为哲学, 而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 所以, 佛教任何地方都没有公民权。 但这也许是它的优势, 使佛教可以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架起桥梁。 就其本质而言, 我想说, 佛教是一种形而上学传统, 从中散发出一种在任何时候, 任何环境下都适用的智慧。 而这种幽默, 正好表现了大乘佛法的精髓, 依义不依文, 依法不依人。 用简单的说法来说, 会能传递的是一种超越具体语言和人的终极智慧, 用内心的清静和无念作为修行的核心。 这种思想既不完全属于宗教, 也不完全是哲学, 而是处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一种桥梁, 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让人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智慧。 感谢, 感谢,